好 客家乐曲也能够透过洋情来演奏 为在花莲市的民意国小 配合花莲市公所客家文化人才的培训政策 开办了生动情音洋情的研习班 用国乐弹奏客家乐曲 那么来展现国民教育的从小扎根 而市长魏家贤以及校长吴慧珍 也一同演奏小星星 期盼未来有更多的孩子来加入 在指导老师吴嘉欣的指挥下 小朋友们手里拿着琴竹 跟着节奏一步一步敲打弦上 有鉴于客家艺术和人文扎根 与国民教育阶段的重要 花莲市民意国小 配合花莲市公所客家文化人才培训政策 4月开办生动情音洋情研习班 艺能人才培训课程 要透过国乐阳情结合客家乐曲 呈现客家歌谣曲调的另一种风貌 这学期又开始开办这个阳情的教学 我们非常感谢花莲市市长 魏家贤市长 以及艺员魏家燕艺员 能够促成这项的美式 因为这样的学习是从一年级 二年级的小孩子 先寄给他们一个开发课程 那我的学校呢 我们民意国小其实也有国乐班 那这些的练习呢 我们也可以当作是一个学生兴趣的培养 不过最重要的是在他们 第一个是看他们有没有兴趣 第二个是潜能的开发 那第三个我们也希望孩子找到他的潜质 发现他的潜质之后呢 能够朝向他的目标前进 每周一和周五 每堂两小时的小班制 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 诱发学生的兴趣和潜质 因为阳情是一个平常非常难学到的一个乐器 也希望每一个孩子能够从学习当中 获得非常多有趣的一个乐器的一个知识跟兴趣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孩子都是非常低年级的孩子 那看看可以这样子用巧手 把一首一首的歌曲把它弹奏出来 也慢慢练习未来有机会也可以进入民意国小 或是其他学校的一个国乐班 那我们更希望说借由课委会的一个资源 让更多的孩子可以在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环境 得到乐器的学习 还有学习到阳气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花蓮市中所会持续跟花蓮市 附近周遭的学校来做相关的练解跟结合 把资源最大化 未来还会举办成果发表 要让更多家长认识 即使没有基础也能学成 也借此培养孩子勇于尝试的精神和自信的展现 也为客家文化重造价值以及多元的印象 借着讲帮演华联师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